他还只是轻轻挥出一剑 却唤醒了尘封已久的剑圣亡魂 而他殊不知 这将会是他改变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就在前不久 他还只是个出生于平民窟里的孩子 因为遭遇了一次雷击 从而唤醒了体内对于剑术的向往 他能够听到耳边有道声音指引着他学习剑术 但想要真正学到剑术就必须拥有一把宝剑 可这对于出生于平民窟的他来说 简直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每当工作完 来到铁匠铺看看门口悬挂着的宝剑 便成为了他唯一的念想 这天铁匠铺的老板正如往常一样驱赶着两人 因为他深知 孩子们根本支付不起这把宝剑的废物 望着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 此刻老板陷入了沉思 平民窟里的孩子想要实现梦想比登天还难 他清楚知道 孩子们只能永远待在平民窟里 而他需要一个能够走出平民窟的人 将他的作品带到外面的世界 这便是他此生唯一的梦想 只要待在这种地方 他们就永远无法散发自身的光芒 平民窟作为北方经济的中心 这里充斥着大量肮脏丑恶的东西 这天 一名客人正对男孩售卖的蜡烛表示不满 他认为这根蜡烛被动了手脚 因为它燃烧的时间根本就没有五分钟 于是男孩当场点燃了一根蜡烛进行测试 不到片刻 伴随着一旁响起的时钟 此刻的蜡烛也已燃烧殆尽 随后 男孩便对惹失的客人给予了狠狠的教训 画面一转 男孩将事情汇报给了他的老板 豪尔赫 可显然老板对于此事毫不关心 正当他正对此事非常苦恼时 一旁的马赛拉却当即表示 是自己动了蜡烛 因为他想从客人身上多要点报酬 这下给男孩彻底整不会了 随后 男孩在前往货船的路上 遇到了因偷窃被抓住的小孩 于是花费身上仅剩的一袋银币将其救下 而他殊不知 这将会给日后的自己带来巨大的帮助 片刻之后 男孩来到货船之上 而当与哈文谈及此事时 他却表示男孩出手的非常及时 不然的话 那个孩子绝对会和他一样 落个断纸的下场 可话说回来 据说蜡烛仪式最近闹得沸沸扬扬 虽然马赛拉承认是他所为 但弗拉德却对此感到难以置信 况且就连豪尔赫都表现得毫不在意 即使他们不是那种人 但万一出现了让他们必须这么做的理由呢 随后他便提醒的男孩要小心一点 当一个组织正在快速敛财时 这将意味着与另一个组织的冲突即将发生 贫民窟一共有五位老大所统治 士兵长豪尔赫 诸屠夫黑熊 赌屠代思 捕金人胡佛船长 以及独臂人前虫 生活中所有的黑暗正在悄无声息地接近 就如同现在一样 只见独臂人前虫正站在男孩面前 你的老板在哪 面对前虫的询问 此刻的男孩大脑正飞速运转 是否应该与他开战 与此同时 一旁的小弟一拳打翻了桌上所有的蜡烛 一瞬间空气仿佛被冻结一般宁静 下一秒 只见男孩一道斩鸡将其击飞 紧接着朝着他的面门来上一棍 此刻在场的众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就连一旁的前虫都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 胜者为王 是后向永恒不变的法座 而正当一旁的众人将要对其动手势 前虫却是当场制止了他们 随后便对其表示 自己非常看好他 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和他聊聊的 就在这时 豪尔赫地到来打破了这一切 随后他便提议不如到楼上详谈一番 这正合我意 就在男孩收拾着刚刚的残局时 只见前虫等人正缓缓朝他走位 紧接着便对男孩发出了邀请 他想要让弗拉德为他们工作 但男孩却当场拒绝了他 随后只见前虫扔给了他一枚金笔 这是对于蜡烛的补偿 而后便带领着众人离开了这里 看起来他似乎非常开心 难道是事情谈拢了吗 与此同时 泽米娜朝他事宜 豪尔赫有事找他 而刚一见面 只见老大将手中的短刀交给了他 并让他随时戴在身上 从这时的气氛不难看出 豪尔赫与前虫的交谈并不顺利 他甚至要求男孩不要再售卖蜡烛 因为他得到了可靠的消息 前虫准备雇用一些士兵 就如同你这样的吗 他对此表示肯定 虽然前虫统领着众多手下 但豪尔赫作为前任士兵 无疑成为了他难以克服的障碍 可要是他们雇用了与他同级别的士兵 那么局势就会被瞬间扭转 为此他需要交给男孩一个特殊的任务 画面一转 此刻的男孩忽然想起了哈文 他凭借着聪明的头脑 成功当上了普京人的左膀右臂 通过努力地学习 可以让自己去往更高的地方 就在这时 耳边突然想起一道声音 当你挥剑的时候 你应该尽量缩小肘部的角度 而男孩早已习以为常 毕竟在那次被黑色闪电击中之后 每当他握紧类似于剑的物体时 那些声音就会出现在他耳边 于是他按照声音的指引 集中自身所有的精神和力量 紧接着向前挥出全力一击 下一秒 只见一道灵力的斩鸡划过 此刻的他察觉出了不太对劲 因为这与以往简单的挥动完全不同 这更像是一种真正的剑术 随后只见一道人影浮现在他脑海 而他却是一惊 你到底是谁 画面一转 只见一位白发男子 正轻轻擦拭着宝剑上的血泽 很显然 他刚刚经历完一场战斗 就在这时 一旁森林深处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 于是他好奇地来到了森林深处 并示意让其现身 只见不远处一道声音传来 请问你是斯坦加先生吗 当然 他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大户 而他也猜出了男孩的身份 你就是弗拉德吧 出自平民窟里的孩子 金发碧眼 别人看了还以为你是贵嘴出身呢 与此同时 只见男孩将老板的信件交给了他 看起来对方雇佣了一个士兵 所以他需要我的力量了 随后男孩朝他示意 将由我来带领你前进 可显然他并不相信男孩的说辞 如果中途你敢说带错路的话 你一定会死得很惨的 但男孩却对此毫不在意 毕竟他只想好好完成他的任务 看起来这就是豪尔赫喜欢他的原因 他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家伙 片刻之后 两人来到山洞躲避风雪 而男孩很是好奇 你是否会使用气场呢 并非所有的士兵都能使用气场 而且在战斗中使用的气场 其实是一种领域 说吧 只见斯坦加当即便开始展示起来 提升自己内在的灵魂之力 随后一道蓝光从剑身浮现 伴随着他猛然睁开左眼 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气场便朝着男孩扑面来 而这便是士兵独有的气场 片刻之后 两人才匆匆赶了回来 可眼前发生的一幕却让他们感到极为震惊 只见地上早已失衡遍野 此刻男孩告诉斯坦加 他会让别的成员带他前往后门 紧接着他便朝着里面跑去 画面一转 虽然此地早已一片狼藉 但好在老大等人并无性命之忧 而从他的口中得知 虽然前重雇佣的士兵有些强大 但他还是将其顺利解决 不过那家伙你带来了吗 当然 估计他正往后门这边赶来 他应该没出任何问题了 男孩对此表示肯定 斯坦加先生非常好手善良 就连气场也使用得得心应手 闻此豪尔赫当即神色异己 随后身后传来阵阵脚步 于是他当即便让男孩躲在自己身后 斯坦加那家伙根本就不会使用气场 与此同时 只见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众人眼前 看起来你躲到了相当遥远的地方 好久不见 前辈 今日情同手足的战友 如今却要挥剑相向 最终因此落了个失手分离的下场 就在白发男正缓缓走入众人事业时 这时的他们才反应过来 真正的斯坦加早已死去 看起来你变了许多 而豪尔赫则是一脸震惊 为什么你偏偏会在这种时候到来 因为盖达尔伯爵去世了 虽然目前还没公布出去 但要不了多久 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随后只见其高举酒杯 向可怜的盖达尔伯爵致敬 闻此 只见豪尔赫当即勃然大怒 下一秒 他便猛然朝着白发男攻去 可这时的白发男却表现得一脸从容 只见其一个顺身便将其躲过 而在众人一脸震惊的目光下 他早已来到豪尔赫身后 同时庆祝希格蒙德成为新的盖伯尔伯爵 与此同时 只见豪尔赫猛然挥出一剑 下一秒 两把宝剑便相互碰撞在了一起 随后只听他开口喃喃道 叛徒豪尔赫 立刻归队 这是希格蒙德下达的第一项指令 我的主人可不是希格蒙德 当然 国爵可不认为你会乖乖回来 而他从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 下一秒 双方便展开了尤为激烈的战斗 与此同时 男孩趁机护送的马赛拉离开了这里 就在他正朝着众人寻求帮助时 只见一道人影从他身旁飞过 居然是豪尔赫 看起来你还是做出了愚蠢的选择 伴随着一道巨响传来 只见豪尔赫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此刻 白发男正一脸从容地观望着一切 就在这时 一把短刀朝着他迎面扑来 只见他抬手歼便将其抵挡下来 原来是男孩对他发起了进攻 可他却对其毫无兴趣 紧接着便从高楼一跃而下 因为他的目标 是豪尔赫 下一秒 只见一道凌厉的斩机朝他攻去 虽然豪尔赫勉强将其躲过 但他身上的伤口还是令他疼痛不已 随后只听白发男开口喃喃道 那天 你就应该服从命令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应该追求自己的想法 不 你可是一名骑士 看起来时间拖得太久了 那么接下来 这将会是最后一击 就在这时 只见一股蓝色能量瞬间包裹住了剑身 伴随着他猛然睁开左眼 下一秒 一道身影恍惑 紧接着无数道斩机瞬间挥出 强大的力量甚至当场摧毁了整个楼房 而等男孩回过神来 只见地上早已失衡遍野 就连郝尔赫也落了个失手分离的下场 一瞬间 往日美好的画面浮现在了他的脑海 他是第一个对男孩给予帮助的人 他比谁都要认可男孩 他认为男孩是他见过最坚强的人 可如今 郝尔赫却如此凄惨地死在了他的面前 那一刻 男孩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 下一秒 紫剑齐高举着手中的宝剑 紧接着便向他挥出全力一击 而此刻的男人却感到非常震惊 这居然是剑齐 可一个臭水沟出身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使用剑齐呢 这真是太有趣了 就在这时 紫剑男孩突然对齐发起了进攻 却被他一脚击飞数十米远 但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太对劲 那家伙居然本能地扭动身体来挡住进攻 他拥有着过人的天赋 如果就这么死去可就太可惜了 即使他带着更加锋利的剑回到这里 就不禁让他回想起了 昔日与郝尔赫训练时的场景 观察有潜力的事物总是令人愉快的 随后他便决定放过男孩 而他将要带走郝尔赫的脑袋 因为这是他作为胜利者应得的 尽管男孩想要亲手为郝尔赫报仇 可以他目前的实力来看 这无疑比登天还难 望着白发男缓缓离去的背影 此刻男孩发出了无助的呐喊 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 男孩只是败了一把宝剑为师 却唤醒了体内的剑圣亡魂 而为了能够进行复仇 他必须不断变强 就在郝尔赫被一剑斩杀之后 此刻两人正在进行的逃亡 因为从豪尔赫死去的那一刻起 钱虫等人便占领了他的地盘 而作为他的鱼党 自然是要被清理干净的 就在逃亡的过程中 男孩回忆起了先前 当豪尔赫死去的那一瞬间 男孩内心的世界便崩塌了 这时的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然而马赛拉突如其来的一巴掌 却瞬间将他打醒 你知道我们这些生活在平民窟里的家伙 最缺少什么吗 那便是机会 与那些贵族完全不同 他们失败了还能够重新来过 但我们不一样 我们只要失败一次就会是这种下场 我们的命运从出生起就已经决定好了 可你不同 这是唯一可以改变你命运的机会 是啊 我应该把握住这次机会 画面一转 面对钱虫手下的追杀 只见两人连忙躲进了铁匠铺里 而此刻的男孩忽然意识到 照这么下去他迟早会被抓住 为此他必须想尽办法离开这里 至于泽民啊 等一切都平静下来后你就回去吧 毕竟两人一起行动太危险了 但他却对此当场表示拒绝 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此刻的泽米娜忍不住开始抽气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然而泽米娜却显得有些过分激动 虽然老头极力想要劝说他放下短刀 但却遭到了他的拒绝 并要求老头将门外悬挂的宝剑交给他 而老头深知 这本就是平民窟里的生存之道 人需要从别人身上获取生存下去的东西 就连他也不例外 只不过这次轮到了女孩 这真是太可悲了 下一秒 只见泽米娜挥刀割下了自己的头发 虽然他知道这远远不够 但他希望老头能将宝剑交给弗拉德 你准备离开这里了吗 男孩对此表示肯定 虽然他还没能长出翅膀 但他一定能够实现我的梦想 于是在一番的沉思过后 老头便答应了两人 画面一转 两人推着一辆小车朝着城外走去 就在这时 前冲的手下一把拦住了他们 这么晚还出来扔垃圾吗 当然 因为你们在后巷打得不可开交 导致他忘记了这回事 可你平时不都是一个人干活吗 老头对此做出解释 这是因为今天的工作比较多 所以雇佣了一个人 虽然他相信老头所说的 但他还是需要检查一番 只见其一把撩开了女孩的帽子 没想到却露出了一副陌生的面孔 于是他便两人示意可以通过 但这辆马车还需要检查一下 闻此 两人都感到非常震惊 不过眼下也并无他法 于是老头也只能硬着头皮伤 只见黑发男一把将长枪刺入马车 但却没有伤到男孩分号 紧接着他便向男孩告知 听说哈文将船开到了河边 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随后便表示他们通过了检查 而他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偿还男孩救下他弟弟的恩情 从此以后 我们两个互不相欠 画面一转 此刻的泽米娜正对着男孩道别 随后只见他跟着通道一跃而下 而他手中紧握的星星 不仅包含着老头的梦想 还有那名女孩的眼泪 在黑夜的笼罩之下 那颗星星显得格外的耀眼 片刻之后 男孩望着手里的宝剑陷入了沉思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当然 脑海中的身影对此做出回应 那么你究竟是谁呢 他却表示自己并不知道 明明对剑术那么执着 却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也许这样也不错 那么以后我们就互相帮助吧 我帮你找回丢失的记忆 而你则成为我的剑 即使你是魔鬼我也毫不在乎 因为他最害怕的 是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既然如此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 什么叫做真正的剑术 男孩只是击杀了最普通的怪物 却引起了总指挥官的关注 因为它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剑术天赋 距离男孩逃出贫民窟过去了许久 此刻 画面来到一处营地 只见一位男子正在地图上观察着局势 而他便是巴耶吉德家族中的次子 约瑟夫巴耶吉德 他认为这次的行动太简单了 就在这时 只见骑士杰格正从前线回来 而他一眼就看出了约瑟夫有些许烦恼 因为这次的行动实在是太平淡 对于怪物的清理过于顺利 并且出现了逃兵 这次的行动根本就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按照这么发展下去 所有人都会怀疑他的指挥能力 不仅仅是父亲和那些家臣们 还有他那同父异母的哥哥鲁克格 如果他不能当上下一任伯爵 那么那家伙一定会对他出手的 毕竟家族的历史就是如此 父亲也是踩着兄弟的鲜血 才登上了这个王位 除开杰格不谈 如今的他还缺少能用的见识 而在这时 只见杰格朝着约瑟夫汇报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发现一名可疑的士兵 难道会是他哥哥派来的吗 并不是他的行为举止引起了我的怀疑 我相信当您看过之后您就会知道 画面一转 约瑟夫望着眼前的哥布林陷入了沉思 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初学剑术的新手所为 而当他仔细地观看完所有的哥布林之后 他才发现 这些痕迹几乎一模一样 但有些不同的辨识 从这里能够看出 此人的剑术越来越精湛了 等等 难道这些都是同一个人所为吗 杰格对此表示肯定 并且他所看到的哥布林 是一个月前被击杀的 这不可能 仅仅一个月进步就如此神速 那个人到底是谁 画面一转 此刻众人正在猎杀着哥布林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之下 所有的哥布林都被当场清理干净 而在这时 众人却表现得一脸震惊 只见一个巨大的身影已然来到男人身后 下一秒 他便挥动着手中的巨棍 紧紧一击 男人便被其当场击杀 随后传来怪物一声怒吼 紧接着他便朝着人群发起了进攻 面对如此凶猛的怪物 此刻的众人瞬间慌了阵脚 可就在他们选择撤离这里时 身后的指挥官却当场制止了他们 你们身为雇佣兵居然临阵脱逃 如果你们这么做 那么将拿不到任何补偿 就在他正指挥着众人前进时 只见怪物已然杀到他的面前 而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只见其正缓缓朝着怪物走去 是他来了 祈祷的莱曼 下一秒 只见莱曼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 就在怪物还在愣神之际 男孩早已挥出一剑 但由于造成的伤口太浅 所以导致怪物瞬间进入了狂暴状态 面对怪物突如其来的一击 只见男孩俯身进行躲闪 该死 又失败了 此刻脑海中的声音响起 明明都告诉你了还做不到 看来你想成为天才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只是需要比别人多一点的时间 就在这时 只见怪物朝着男孩挥出全力一击 下一秒 强大冲击便掀起了漫天飞雪 待到雪花散去之后 却发现男孩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后 随后一刀凌厉的斩机落下 怪物便被当场击杀 另一边 约瑟夫当即朝着杰格下令 立刻着手对那个人的调查 没想到一个月就能进步得如此神速 那家伙一定是个天才 男孩虔诚地朝着宝剑进行祈祷 为了近视与脑海里的声音对话 就在约瑟夫下令调查男孩之后 此刻 众人正在清理着现场 而他们很感谢男孩出手相助 并询问他是否有继续合作下去的想法 但却遭到了他的当场拒绝 因为他并不喜欢和骗子一起工作 可你雇佣兵的身份不也是假的吗 如果再这么用下去可是会出大问题的 而男孩却是一脸严肃 哥德 你要是再这么胡说下去 可是会吃大亏的 闻此 哥德当即闭上了嘴巴 随后对其表示这都是为了他好 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否则你的小命可就难保了 与此同时 男孩朝着森林深处缓缓走去 难道莱曼又要进行祈祷了吗 只见他将宝剑插入雪地之中 并做出祈祷姿势 也许那家伙真是个贵族 就连祈祷都表现得这么虔诚 可实际上 男孩是在抱怨自己没能一击击杀那头怪物 而脑海中的声音对此做出回忆 想要一击击杀就必须做到出气不易 当敌人有所动作的那一瞬间 便是你出手的最佳时机 但显然 男孩并没能听懂他的意思 而在他进行着抱怨时 身后的众人正跟着他一起进行祈祷 画面一转 男孩来到了营地的教堂 神父安德烈亚 您昨晚睡得还好吗 当然 他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看起来你就像是个真正的牧师 与此同时 一旁的小孩表示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为早餐进行祈祷吧 而在进行祈祷的过程中 神父竟偷偷观察着男孩 这是多么虔诚的信徒啊 即使在这种卑微的环境下 他依旧没有失去信心 而他认为 他需要为双手沾满鲜血的男孩指引前进的方向 这也许就是上帝给他安排的命运 随后在共进早餐的途中 神父向男孩问起有关他的建树仪式 虽然他对此了解了很多 但似乎这件事情传到了约瑟夫耳中 而他派遣了杰格爵士来了解此事 于是神父便极力向他推荐了男孩 因为他很期待男孩今后的表现 巴耶吉德家族是北方非常有名的贵族 如果男孩能在他们手下工作 那么一定会比现在好上不少 而男孩有资格享受这份待遇 画面一转 此刻的男孩陷入了纠结 但脑海中的声音却对此表示 积累实战经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你不觉得和神父走得太近了吗 因为我想确认一下 你到底是不是恶魔 据说神父安格列亚被赋予了主教的头衔 他拥有着强大的神力 既然他没有注意到哪里不太对劲 那就意味着你并不是恶魔 就在他们商量着是否应该逃离这里时 他却表示着有些困难 因为一位高级士兵已经来到他的身后 紧接着只见男孩瞬间便进入了作战准备 而此刻的杰格则显得有些许惊讶 因为他居然这么快就发现了自己 随后他便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约瑟夫想要见你 而考虑到如果现在就进行逃跑 那么会非常危险 于是他便果断答应了下来 并对其表示这是他的荣幸 难道你知道我会来到这里吗 男孩表示虽然收到了神父的通知 但他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这真是太有趣了 因为男孩面对他居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害怕 随后他便示意男孩跟上他的脚 而此刻的他正思考着是否应该趁机逃走 但他却否定了男孩的想法 因为像他这种等级的士兵 三步之内就能将你瞬间击杀 该死这下别无选择啊 画面一转 两人来到了约瑟夫所在的营地 很荣幸见到你 约瑟夫爵士 随后只见约瑟夫开口向其询问 任务中是否有什么不便之处 男孩对此表示否定 因为有你的存在让这里变得更加美好 金发闭眼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没落的贵族呢 听说你的名字叫做莱曼 当然男孩对此表示肯定 可下一秒 只见杰格当即朝他脸上打去 我讨厌说谎的家伙 索拉的弗拉德 男孩只是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却遭到了一顿毒打 因为约瑟夫一眼就看出 他所说的都是谎言 在被约瑟夫发现真实身份之后 此刻的男孩便决定不再掩饰下去 不过奇怪的是 他只调查到男孩的母亲未婚 却并不知道其父亲是谁 这真是可笑至极 你居然会向未婚女子的儿子询问父亲是谁 下一秒 只见杰格一脚将其踹翻在地 说话要注意分寸 而他们已经知道男孩雇佣兵的身份是假冒的 甚至得知了他为何会从索拉逃出来的原因 但他很是好奇 男孩的剑术到底是跟谁选了 可他却是一言不乏 并直勾勾地盯着约瑟夫 这双眼睛隐藏了太多东西 与此同时 只见杰格缓缓拔出腰间的宝剑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男孩终于说出他是有老师的 他就像闪电一样来无影去无踪 虽然他并未透露出自己的名字 但他曾告诉过男孩 一个不能透露给任何人的秘密 有关如何取胜的秘诀 望着男孩如此坚定的眼神 此刻的约瑟夫也终于选择相信了他 随后他便开始进入正体 如今的他正缺少一些得力干将 于是他变向男孩提 你是否想要爬到更高的位置 权力 自由 生存 士兵 这些他都能够通通满足 约瑟夫巴耶吉德愿意支持你 画面一转 此刻男孩正在进行着剑术训练 而一旁的众人则对此开始议论纷纷 难道他成为了杰格的徒弟吗 看起来他将拥有美好的前途 与此同时 面对杰格的进攻 此刻的男孩明显有些招架不住 只有这点实力就赶在约瑟夫面前趾高气昂了 真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 而在多次的抵挡之后 男孩渐渐适应了杰格的进攻 下一秒 只见其瞬间挡住了他的进攻 紧接着便朝着他挥出全力一击 但却被他轻松抵挡下来 不过他还是夸赞了男孩有些许禁忆 而男孩深知 刚才只不过是他故意放水罢 这家伙强得深不可测 随后在交代完男孩一天训练两次之后 他便转身离开了这 而此刻的男孩正在进行抱怨 他甚至都没有提出过剑影 但脑海中的声音对此做出回应 那家伙拥有着非凡的剑术 在对练的过程中 他砍掉了男孩多余的动作 如今挨打便是男孩学习的方式 与此同时 约瑟夫正询问着杰格 那家伙是否值得培养 当然 杰格对此表示肯定 但唯一不足的便是 他非常的傲慢并且狂妄自大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毕竟是在贫民窟长大的孩子 不过这些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 最重要的是 他终于拥有可靠的人才了 但杰格却是提醒着他 把不忠诚的家伙放在身边 可是很危险的 当然 身为侯爵的他肯定知道 这种事情风险极高 不过男孩曾经表明了 他是有目的的 目前看来 双方互相利用是最适合的关系 他就像狼一样狂妄自大 而且自以为是 为此我们需要时间搭建一个巨大的牢笼 大到能够让狼误以为 他是自由的 画面一转 此刻的戈德正看守着营地 然而天气异常的寒冷导致他时时犯困 就在这时 只见队长朝他进行嘱咐 振作起来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阵 可就在他正准备再次休息时 只见前方传来说话的声音 你居然在这种地方找孩子吗 而当戈德顺着声音看去时 却发现队长身边空无一人 他难道是在和空气对话吗 于是他好奇地上去查看一番 可下一秒 队长竟缓缓朝着前方走去 紧接着他便发现了骇人的一幕 只见一道鬼影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中文字幕提供